現在在美國 之前不講嗎 很多的氣候災難在哪裡 在巴西 在這個肯亞 我們看到在中國大陸 現在沒想到 在美國有一個龍捲風 導播我看到畫面非常恐怖 是 他真的在15秒內 宜為平地 沒錯 在美國中西部 內部拉斯加州 結果沒想到這幾天的時候 發生了這個大型的龍捲風 寶傑你看這個龍捲風 這龍捲風經過當地 這是個工廠 工廠它其實也算是 這個建築蠻嚴密的工廠 你看外面停的非常多 他們員工的車 結果沒想到這個龍捲風 他們過去之後 而且這個工廠不見了 直接被這樣 移為平地的一個狀況 才15秒 對 15秒的時間 那為什麼 因為這個風速高達 每一個小時 來到219-266公里 這樣左右的這個狀況 一捲過去之後 什麼東西都不見了 那這是人家在 街道拍到這個畫面 你可以講 非常清楚 拍到這個龍捲風 捲的速度跟這個 這個規模真的是相當相當大 它伴隨了 你看很多東西都完全 被它捲上去的一個情形 那甚至這邊 當然龍捲風之後 哇 很多人是愚技有蠢 當地民眾就問 就問到了這對兄弟 這對兄弟幹什麼呢 他們一開始覺得 糟糕 龍捲風來了 怎麼辦呢 他們就趕快把他們的 這個所謂寵物都抱著 躲進他們的地下室 結果他們說 他說躲進地下室 沒多久 一分鐘左右 他們的龍捲風就來了 不... 結果他們上面的東西 都不見了 他們的房子被抬起來 而且沒了 而且他也被扯出來 他說他已經躲在地下室 他被扯出來 被扯出來之後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滾啊 滾啊滾啊 因為幸好 他沒有被龍捲風捲上去 但是他就滾來滾了 你看他們最後就說 接受訪問之後 你看 我們在那邊滾了個滾的時候 你看在地上 那邊很多樹枝啊 扎一扎去 就這樣受傷了 那當地人真的 都完全嚇傻 因為經過這次龍捲風之後 當地很多房子 因為在內布拉斯加州 這個地方很多都是木造房 那木造房很多的 都已經可能被 那個三分之一毀掉了 或是被全毀的這個狀況 好 那除了內布拉斯加州之外 田納西州也是一樣 這田納西州也是有巨型龍捲風 所以現在美國中西部 到處都是巨型龍捲風啊 一大堆 那你看這是龍捲風這麼大 這房子在這邊 然後經過之後呢 你看滿木窗椅非常嚴重 這所有的房路 幾乎都完全被摧毀了 那這個目前為止來說 除了內布拉斯加州 還有密西根州 田納西州 非常多州 德州 然後伊利諾州 肯達西州 美國到處都是龍捲風 大家想說什麼回事啊 那好 那除了下龍捲 所以我們一開始看到那個畫面 那只是因為被拍到的 像開始那種等級15秒內 將一個工廠完全移為平地 現在在美國到處都是 到處都是 那為什麼到處都是呢 就有人說會不會這麼剛好啊 因為最近剛好有一部電影 就龍捲風暴 龍捲風暴是什麼 它其實是1996年龍捲風的續集 剛好就要上映了 那剛好 因為龍捲風暴就是 我們要追風的這個狀況 結果沒想到續集要推出 美國就這麼多龍捲風 大家想說怎麼回事 現在看的畫面是劇情的這個畫面 大家想說怎麼回事 這個電影要上映 結果沒想到龍捲風就出來了 這是電影畫面 跟我們剛才看到的這個實景畫面 其實兩個看起來也真的差不多 雖然美國中西部民眾 真的面臨到非常恐怖的狀況